我覺得剛才那一段,整段最像茶餐廳的 就是阿Keen爺說堵住的兩分鐘 很有警醒的作用 其他那些時間,我覺得都沒有茶餐廳的感覺 但是堵住其實是好的,血道堵住可以保持長期堅挺 那個報道沒有說不停,只是痛 停了之後縮不回 這個是不是叫馬上鋒 又不用嚴重得那麼明顯 我們說什麼呢? 說過年,我想問一下 過年日本,我們每個都去日本都會發燒 在家裡打電話問候 今年我收到最多WhatsApp的過年問候 因為每個在家沒有工作 每個都發來發去,傳來傳去 即是回應都按到首月 但日本是1月1日慶祝新年 我看今年就說很好生意 即是福袋,過年排幾千人在名店 即是TOKYO HANDS,三月那些百貨公司 即是個個都非常大賣 總之是伊世丹,六千五百多人買福袋 京都高島屋,三千多人,大阪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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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鐵本店,四千多人輪候 北海道,遠井、金井、紮坊本店 都有千多二千人 所以就很好 不過今年過年 即是農曆新年 只有日本中華街慶祝 但聽說今年,三個日本最大的中華街 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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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料理就是麻火豆腐和膠紙 就當中華料理 中華街都是賣這些東西 包,各種包,吃包,包吃包 是,橫濱是規模最大的那條中華街 瘦身男女,柳德華和鄭秀文 鄭秀文 那些都在那裡拍 不過以往年年都有很多文化活動 有武師、武龍、古裝巡遊、春節仔 還有關帝廟、馬祖廟的慶祝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和很多活動 例如彩青那些都取消了 或者延期上演 例如祝武巡行就是延期上演 所以就沒有了這些大型活動 唯一就是依然有很多組的大型花燈 還有很多麵譜、燈朗 都算有點氣氛 那你有沒有出去看過呢? 待會你介紹你如何慶祝 因為我覺得很過癮 你們煮蘿蔔糕 因為日本的蘿蔔糕最漂亮 香港的貴的蘿蔔糕 全部都標榨是日本大根做的 今年都多香港 香港雖然的量少 但是很多小碟都出香港的蘿蔔糕 今年我看到很多 日本的錢 逐樣逐樣東西來 首先要搞清楚幾樣東西 在明治維生之前 其實日本都是用農力 搞清楚農力不是陰力 很多人說你算是陽力還是陰力 坐下 陰間用陰力 陽間用陰力 我們那個農力是農耕社會 春婚、秋雨這些是用農力的 所以你看回以前的日本古詩詞歌赴裏 都會有很多節氣的詞 好像春婚用得最多 他們都是用農力去計算的 但是明治維生之後 全部都西化了 他們的新年 痛改 改了 全世界一樣 一月一號 所以要知道 在這個國家 始終過年 都會過一月一號 是會不同的 始終唐人街 什麼都好 都是這個群體 你們很開心 很盛 而你們開心之餘 也得到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賺了很多 遊客 和很多本地人的錢 唐人街主要是賺 遊客和本地人的錢 你不賺唐人錢嗎 誰去吃你那些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在全世界 我講的是全世界 對這次疫情防護 各方面緊張程度 最厲害的就是華人 是全世界哪一個地方 包括美加 你數吧 在這個地球 不是亞裔 是華人 不是亞裔 是華人 我講得很清楚 是華人 日本人和韓國人都沒有我們感激 不是日本人先頭 每天百多個小時就緊張 每天幾萬人就緊張 沒有解開話題 這樣 今年 黃濱 依然有燈籠 籠頭 鎖得很漂亮 整個籠身 用金色的燈籠 一直盤著 整條街 其實都OK 有沒有氣氛 沒有以前那麼好 原因是人少了 因為 他不是說 只是 中國遊客不來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不開 沒有遊客 沒有遊客 你想他怎樣 人就是這麼稀少 另外 以前 我們 藉著這些節假日 當地那些 或領事館或大使館 我不知道 不同地方是不同的級別 懂得有些參讚 有些什麼 在那裡 做統戰工作 什麼 華人商會 現在那些領事館大使館 疫情 我哪裏都不去 不搞了 你弄我都不來 第一個 又沒有了閹的活動 第二個 可能就是 沒有什麼恩主 給他 這樣 相比之下 當然比之前 會冷清很多 但是 始終 身體最誠實 你會看黃濱 無論是東京 還是附近 華人 都是年初一 到中華街 吃東西就未必 但是 裝回頭住香 關帝廟 拜 關二哥 財神 裝回子氣 年初五 那些 是有的 是不少的 一分一分 那邊 東京那邊 就去黃濱那邊 關西 我們那些 當然是去神戶那邊 都是這樣 你說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些狀況 是會不同了 但是 你說很實質 有什麼不同呢 我可以告訴你 對於本地人來說 就沒有太大不同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好像我的朋友 他們做貿易 或者有些是做旅遊公司 做成的那些 那些 他們是 屬於一級寶座 到今天為止 是由上年四月 不是 是由上年二月 到今天為止 每個月出幾十萬 一個日 一個人 兩 日元 給他們 或者給幾百萬 補貼給他們 國家補貼給公司 是的 他坐在這裏 是得到 現在是20 2022 22 他由2021年開始 他得到的是 2019 和2020 這兩年 平均值 他收入平均值 的百分之五十五 他還要不是平均值 譬如 你兩年 平均是 五千港幣 才算 他就比較 五千五千 比多些 高於 高於兩年的平均值 百分之十 你要報稅 算你兩年的稅 兩年的稅 我應該給你幾千個月 另外再給你百分之十 一直養 養到今時今日 所以為何有錢 福袋就抽 反正我不用上班 難怪 這麼肥